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面对恐惧后依然前进。 这句名言的意思是,勇气并不代表完全没有恐惧,而是在恐惧面前能够坚持并继续向前。 它鼓励人们正视自己的恐惧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不让恐惧阻碍自己的成长和达成目标。 这个思想可以改变人生的方式有很多。 首先,它提醒我们要意识到恐惧是一种自然的情绪,而不是一个阻碍。 当我们认识到恐惧只是一个临时的感觉,我们就能以更冷静和理性的方式面对困难和挑战。 其次,这个思想鼓励我们跳出舒适区,去追求我们的梦想和目标。 给予自己充足的勇气,我们可以克服恐惧,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才华。 这可能意味着去追求新的职业机会,学习新的技能,或者面对与人建立更深层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这个思想提醒我们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当我们勇敢地面对恐惧并超越它们时,我们能够建立更大的自信心。 这种自信心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方式和行动,使我们更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并在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和满足感。 总结而言,勇气和克服恐惧的思想鼓励人们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挑战,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不断成长和前进。 这种思想的应用可以帮助我们在个人和职业生活中追求更大的成就和幸福,并让我们成为更强大和坚韧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